现在虽然香港还有印度肺炎疫情 但是工人们都已经开工了 已经开始施工 他们都戴着口罩 这里施工的应该是一个街市改造工厂 香港这边的街市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菜市场 有卖蔬菜水果鱼肉海鲜这些 然后有的街市里面还会开一些餐厅 不过这里面虽然海鲜都是新鲜的 但是像鸡呀这些肉芹都不是说是活的 都是已经屠宰好的 这样可能会更安全一些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用白布 还有这些竹竿围了起来 应该是想减少一些污染吧 在香港来说街市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也不叫特殊的产物吧 它是民生的一个有力补充 哇刚才过几辆摩托车吓死我了 好快 因为有的东西在超市卖的话很贵 像我们买的那个黄瓜要十多块钱一根 然后在有的街市就卖六块钱一根 那有的地方会更便宜 所以老百姓也离不开这个街市 我去转一圈看看 他们是在把什么掉上去是水泥吗 他们可以看到已经水泥垒了墙 好像这个工程我原来看是建好了以后 它可能这个街市里面的餐位反而会减少 而不是增多呀 这上还写着昭都啊 压黎州市场昭都各行各业 原来这边应该没有各行各业吧 我过马路看看 换个角度看一下 哇这边噪音好大呀 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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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 哇 这里还有楼梯了 我记得原来没有楼梯的 只有一层 看来可以上二楼了以后 可能一楼买完了 二楼能吃饭吗 看上去蛮高的 应该有两三层吧 前面有个门 我过去看一眼 这边是一些杂物堆放 还有人在打扫 到地上的灰色 这些应该是杀土吧 这是水泥吗 这是杀土 我刚才去拍那个 街市的改造工程 拍了一圈 然后有一个人就盯上我了 然后后来我再拍那些水泥沙土的时候 就过来问我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再拍了 他的意思应该就是 不要让我再拍了吧 我跟他说了一下 YouTube啊 拍视频啊 然后 他也一脸迷茫的样子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等这个街市改造完了 我再过来拍他新的样子 估计就让拍了 听说今年就能改造完吧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拜拜